盘点娱乐圈至今无子的明星夫妻,无起龙流失失,梁朝伟刘嘉玲。 娱乐群众有不少的明星都结婚了,有的明星生活在一起非常的恩爱,但有的明星结婚之后却因为不适合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而没有走到一起。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娱乐圈中已经结婚但却至今无子的明星夫妻吧。 第一对,无起龙夫妇。 这一对是前几年才结婚的明星,无起龙流失失两个人是因为排戏才认识的,而且在之后的日子中网友们也没少猜测他们俩的事情,直到他们结婚之后网友们的心才放下。 不过结婚之后的他们更加受媒体的关心了,一有什么动静就会被报道出来。 现在最让网友们牵挂的就是他们俩何时才能有自己的孩子,但两个人好像并不着急,一直都不谈这个话题。 第二对,冯远甄夫妇。 冯曾经出演过一个坏人的角色,因为演得太好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不过在生活中冯对自己的妻子真的是好到不行,就算妻子大自己八岁,但是冯依旧很宠爱自己的妻子。 两个人始终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俩很后悔,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不要一个孩子呢? 不过这也不影响他们俩的感情。 第三对,梁朝伟夫妇。 年轻时候的梁长得真的是超级的闷,相对于现在的小鲜肉来说是更加的有韵味。 在以前,梁氏经历过很多失败的感情,到了最后才跟刘佳玲成为夫妻的。 原先因为两个人的事业都很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备孕,但现在想要孩子却也一直没有成功。 是女方好像一点都不介意这件事,觉得两个人只要感情好,有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小事。 第四对,张卫健夫妇。 这两个人是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但始终是没能如愿,到了最后女方为了要孩子还去打过崔韵珍之类的东西,因此张倩现在要仓老很多,她们的经历看了让人相哭。 不过好在两人虽然很想要一个孩子,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影响到双方感情,她们的感情一直那么的好。 盘点娱乐圈至今无子的明星夫妻,无起龙流失失,梁朝伟刘佳玲 我们下期再见。